耶和华说,那时我必做以色列各家的神,他们必做我的子民。 耶和华如此说,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,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,他曾在旷野蒙恩。 古时,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,我以永远的爱爱你,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。 以色列的民啊,我要再建立你,你就被建立。 你必在拿起手骨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,又必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栽种葡萄园,栽种的人要享用所接的果子。 日子必到,以法林山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,起来吧,我们可以上西安,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去。 耶和华如此说,你们当为雅各欢乐歌唱,因万国中为首的欢呼,当传扬颂赞说, 耶和华,求你拯救你的百姓以色列所剩下的人。 我必将他们从北方领来,从地级招聚,他们一同来的,有瞎子、瘸子、孕妇、产妇。 他们必成为大帮,回到这里来,他们要哭泣而来,我要照他们恳求地引导他们,使他们在河水旁走正直的路,在旗上不治半夜。 因为我是以色列的父,以法林是我的长子。 列国啊,要听耶和华的话,传扬在远处的海岛说,赶散以色列的,必招去他,又看守他,好像牧人看守羊群。 因耶和华救赎了雅各,救赎他脱离比他更强之人的手,他们要来到西安的高处歌唱,又留归耶和华施恩之地,就是有五谷、心酒、油和羊羔、牛犊之地。 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,他们也不再有一点愁烦。 那时,处女必欢乐跳舞,年少的、年老的也必一同欢乐,因为我要使他们的悲哀,变为欢喜,并要安慰他们,使他们的愁烦,转为快乐。 我必以肥油,使祭司的心满足,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之足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耶和华如此说,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,是拉结哭他儿女,不肯受安慰,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 耶和华如此说,你禁止声音,不要哀哭,禁止眼目,不要流泪,因你所做的功,必有赏赐,他们必从敌国归回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耶和华说,你末后必有指望,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。 我听见以法连为自己悲叹说,你责罚我,我便受责罚,像不惯附恶的牛犊一样。 求你使我回转,我便回转,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。 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,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息。 我因要担当幼年的凌辱,就暴愧蒙羞。 耶和华说,以法连是我的爱子吗?是可喜悦的孩子吗? 我每逢责备他,仍深顾念他,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,我必要怜悯他。 以色列民啊,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,竖起引路柱,你要留心向大路,就是你所去的原路。 你当回转,回转到你这些诚意。 被盗的民啊,你反来覆去,要到几时呢? 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,就是女子护卫男子。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, 我使贝鲁之人归回的时候,他们在犹大地和其中的成义,必再这样说, 公义的居所啊,圣山啊,愿耶和华赐福给你。 犹大和属犹大成义的人,农夫和放羊的人,要一同住在其中。 疲乏的人,我使他保育。 愁烦的人,我使他知足。 先知说,我醒了,觉得睡得香甜。 耶和华说,日子将到,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, 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, 我先前怎样留意将它们拔出, 拆毁,毁坏,轻腹,苦害, 也必照样留意将它们建立,栽植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,当那些日子,人不再说,父亲吃了酸葡萄,儿子的牙酸倒了。 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,凡吃酸葡萄的,自己的牙必酸倒。 耶和华说,日子将到,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,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,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,与他们所立的约。 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,他们却背了我的约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耶和华说,那些日子以后,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,是这样的。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,写在他们心上。 我要做他们的神,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 他们个人,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, 你该认识耶和华,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,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那使太阳白天发光,使星月有定力,黑夜发亮,有角洞大海,使海中波浪喷轰的。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 他如此说,这些定力,如果能够在我面前废掉, 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,永远不再成国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耶和华如此说,如果能量度上天,寻查下地的根基, 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地弃绝他们。 这是耶和华说的。 耶和华说,日子将到,这城必为耶和华建造, 从哈南夜楼直到脚门,准绳要往外梁出, 直到加利山,又转到戈亚, 抛尸的全山谷和道徽之处,以及一切田地, 直到吉伦西,又直到东方马门的拐角, 都要归耶和华为胜, 不再拔出,不再倾覆, 直到永远。 谢谢你,谢谢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